我们先善称佛号, 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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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网上的法师和法友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继续 和大家来学习 导师的舍大圣论讲记 我们现在进行的部分 是所知相章 所知相章 那它是第一节 第一节 然后是主体相 第一相 主要是在谈 三相的定义的略识 第一相是三相的略识 第二相在大家的讲一律识音页 就是广成为事 那就是进一步去说明 所谈为事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在 这一些内容当中 有几个重点 让大家一定要 让大家一定要很清楚的记在心里面 就是为事在一切法存在的情况 它把一切法分成三类 一类就是诸法实相 这是我们要去体悟的 那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去 去体验到或是体会到 但是要记得这个是修为事 的一个终极目标 体悟 体悟 原程实性 那这样的原程实性 如果用中观 或是阿含经的系统的术语 就是 诸法实相 如法性实际等等 这一些 那 它要怎么样去达到 就是要去破除 对 我们所认识到的对象 这种实有的执着 这个其实从阿含经 中观到为是 都这么说 就是 要破除执着 特别是对于 我们所认识到的 这个对象 我们就一般反复都是把 我们六这个跟对近 的这种认识的这个对象 把它认为是实有 那不管大家认不认同 这样的说法 有些人他不认为 自己有这个毛病 但是 这个不是我们认不认为 有没有的问题 佛跟这一些 开悟的圣者 都说我们现在的问题 都是这一个 如果我们不认为有 那表示我们 对于自己所处的一种 错误的状态 是没有认知 或是认知不够的 所以一定要去了解到 我们现在所处的 这一个 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 所产生的一切的认识 都是带着一种 指对象为实有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 一个情况 所以一定要去牢牢记住 我们现在内心的这一些 思维 种种的这种身心的活动 都是处在一种 错误的状态 处在一种 错误的状态 那要先认识这一点 就如同 我们要治病 我们先要知道 先确定自己 现在是在生病的状态 要不然我们不会去吃药 自己觉得没有病的人 不会去吃药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处在一种 生病的状态 那这样的生病的状态 要用什么药 就是说 它要处理什么问题 那这个一定要把握住 所以 这一个中观 就是从阿兰以来 中观波罗威斯 都说最大的问题就是 指这一个 我们所接触到的 这一个对象为实友 这个阿兰中观都这么说 或是阿兰就是有我 有我 阿兰主要是在处理我的问题 那因为他处理友情 友情对于身心 就是认为有一个 实体不变的一个我 好 那这就是指的一个 执着处 那他的一个我 就是从五蕴 随取任何一分而来 或是五蕴 合合而来 好 那中观波罗金 威斯也这么说 都是说 我们所现在 所认识到的一切呢 都会把 这个对象当作是实友 那这个一定要牢牢的去 去记在心里面 因为我们会受这些 外境影响 就是这一个问题 就是把它当作实友 那一旦当作实友 你就会有 执着会粘上去 这执着会粘上去 外境的 所有的一个变化 都会牵扯到 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心已经粘上去了 所以要怎么样去 去解开这一个细腹 就是要去看出 它不是实友 要很确认 很深切的体认到 这一切法都不是实友 没有实友这样的东西 中观就 或是阿涵 中观阿涵其实是 这是这是统一套的一个系统 就是以缘起来说明切法的实体 不存在 用这个缘起这样的一个道理来说 那波尔经他就站在一种体悟的境界 告诉你 在体悟的境界状态当中 他所经验到的一切法 他觉得比较精准的语识 就是如饭如画 那他比较是从这种经验直觉的 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很亲切的体验到一切法 幻化不实的时候 那就可以破除这个值 所以 波尔经他比较是从直觉经验来告诉我们 这个外境 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又不是就是我们认识到的这个对象 怎么去理解他 波尔经用如幻如画 或是 但名 无实 幻化是一种比较偏批语的一个情况 那但名呢 这个名比较是一种我们生活上的一种经验 就是说 他当然是用名字来做比拟 而不是说一切法 他的不时就像名称 你爱叫他什么 就叫他什么 他也无所谓 那这个比较是在三甲中的名甲 如果是这个思维 但是呢 波尔经的但名无实呢 他其实是三甲的中和名甲受甲法 但是他用了 用名称来统色 名字来作为一个统色 这个一切法的幻化不实 所以我现在开始在讲 统色的这一些官法呢 跟其他系统 它的一个共通的部分 先让大家 对于统色建立一个信心 就是他跟中观也不是太不一样 只是在解释他比较根源性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用的一个方式不一样 但是目的都是什么 破址对于外境 就是对于我们主认识到了这个对象的实有 的一个破除 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 在教导修行者 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一个 这个波尔经的这个但名无实 这个名 主要就是要去让我们能够亲切感受到那个名字的不真实 那名字不真实是我们最最亲切能够体验到的 那这种无实呢 并不是说没有他这种因缘和合的一种存在像 是有的 但是他就像名字一样无实 就用名字来做比拟 那所以导师说 波尔经用名 然后这个 他的三系也是 这个信空为名 那这个名呢 大家特别注意 就是不要把它狭隘化成名称 这个名呢 它可以稍微广义的一个使用 它就是一种安利施舍 安利 就是安置的安 然后成立的安利跟施舍 一切法 就是种种的安利跟施舍 安利施舍就是 从阿罕经的书就是 依着缘起的法则来安利施舍 所以这个名呢 这个名 你可以把 这一个字面译当作名称 作为一种批语 那其实它一个真正内涵就是 它是一种安利施舍 比较接近的英文 大概就是establish establishment 就是一种建立 establish 就是被建立的 或者是arranged 被安排的 或arrangement 或establishment 它是一种被种种的一种 因缘条件 合和的一个情况 过程当中去 去合和出来一个存在的一个样貌 所以这个名呢 它有时候又翻成施舍 施舍或是安利 施舍或是安利 那这个是 这个是波尔经所用的一个术 就是诸法 但名无实 那导师说 中论呢 他看到这个名 很容易被误会 所以中论用了一个受甲 就是受施舍 就是一切都是一因代元 所安利的 一因代元 而不是像名称一样 而不是 就是波尔经说像名称一样 其实就是中论所表达 就是一因代元的一种 安利施舍 就是波尔经的术语 跟中论的术语 有一些不同 但是他要表达的 是概念是相同的 那大家会问说 那中论为什么要改变 那老师就回到 这一个历史的一个时空背景 就是波尔经这一套的一个 术语的使用 他容易变成龟毛兔角 这样的这一种 不真实 就一切法都不存在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断灭空等等 所以这个中论就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用一个受甲 导师是说受甲 因为波尔经关于受甲的这个文字呢 目前我们找不到对应的 只能透过推断 他就相当于 这个中论里面呢 这个因缘所生法 我说起司空 以为是假名的那个假名 那个语次 就是这个 意义就是一因代元而有的一个案例跟失色 好 那一因代元而有的失色 有些人就会再问 进一步追问 那那因是长什么样子 那因是怎么一回事 中论他就不再解释了 他就告诉你一切存在一定是意义代元 不要再问 你只要确认这件事情 没有例外 你就 因为他认为你在去追问那些东西 就已经带着一种 你有一个实体法 为一个前提了 那他认为会落入这样的一种情况 但是这样的答案 也很多人还是不满意 所以为是的教学出来 就是说 这因因代元 那这个因是长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为是就是说 阿赖爷的种子是 阿赖爷种子就是 阿赖爷充满种种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种子 那因缘条件和合的时候 他就像这个世界种子发芽作专 然后就就形成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发 不同的组合等等 所以为是他进一步来讲 那因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因他他就说 他就是是 所以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中观说是因缘和合 为是也说是因缘和 那因缘呢 是建立在是 是种子因缘和合 献起一种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 一个样貌 一个情境 好 那这个就是 接着要进到我们 我们再从这个 讲义的 这边应该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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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缘论这边 因缘论这个 在讲义21页 所以我们要从刚刚的这一个 的一个概述 在简单的整理 就是三系 对于这一切法的认识 它的共通的术语 是在哪一个层次 然后开始有一些不共 是从哪里开始 就是从中论他不讲的地方开始 为是他说这个因缘 就是是 所以为是他就建立了一切法 的一个限起 都是是种子的一个显现 所以他会有这一种 待会我们会看到 意识是 我也看到两个是 那一种就是 其中一个是呢 就是表显的意思 显现为意识的一种 表显的一个样 样貌 所以是 的这个活动也是 阿赖也显现出 能认识的一个样貌 所以待会会看到 有两个是跑出来的时候 要记得 其中有一个就是 显现的一个意思 就是显现为 这个能认识的 识的一个样貌 它是一种显现 像 如 如这个 能认识的是 一般的显现 反正它就是一种显现 好那 就是导师在 讲一二十一的这边 谈到 为是 是因为 解神秘经讲到 没有一法能取一法 不有一法能取一法 那其实 大家不要太 太担心 它的一种 抽象的一个 或是太过于抽象 这样的一个表述 它就是在说明 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 去圆另外一个实体的东西 没有这种实体法存在 一切都是事 它就只是要表达这件事情 好所以 在这一段里面 导致说 佛教的元启论 法与法之间 没有一法是能取者 都没有 在元启的关系下 显现有能取 所取这样的认识的一个 作用或是活动 就是这样的 所以 元启论 它也讲到有能 能认识跟所认识 那这个维世 他也这么说 只是说 维世在跟你讲 那个根源是什么东西 就是事 显现出能认识所认识 然后 阿罕或者是宗论 他就只是说 就因缘和就显现出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因缘是长什么样子 他就不讲了 那维世说 那因缘就是事种子 就这样的一个差别而已 好 那你说这样讲 好不好 就是因人而异了 就有些人 对于中关阿罕的答案 不满意的人 他就觉得这个很好 比较清楚一点 那如果 从能够掌握到 中关阿罕的这个道理 觉得他们这样讲 就可以了 人 会觉得我也是 是多讲 因为这个多讲的 这些东西 会让修行者 处于一种 一种认为 心是私有的 这样的一个情境 他们比较担心的是 这一个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 法就像药 你药就是 第一个 它吃进去 先没有副作用 然后再来 再说 它的疗效 就是说 你一吃 马上有副作用 可能会死掉的话 那这个药 你不要湿了 一定先 一般现在的广告 就先求不伤身 再求疗效 所以这个药 就是这样子 中关这一套药 拿给为是 根性的人来 来用的话 他首先就先赏身 就对为是人来讲 他就很多东西 他觉得格格不入 就先一堆副作用 就先出现了 那你说这吃了之后 会治病啊 可能还没治病 他就没命了 因为副作用太强的时候 就会变这样子 所以大家面对不同的教法 一定要了解到 药这个批语 就是药要给 这个修行人吃的时候 基本上会先讲求不伤身 然后再来讲疗效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课堂当中 尽量做一些批语 就是会把过去一些东西 我们再用一些批语 再做一些整个 他有点综合性 所以他一定要 要专注 我现在已经不再一句一句的 去解释 这种对于这种复习的东西 都是一种整体性的 一个重要观念的一个 一个归纳 然后作为一个批语等等 好 所以呢 就是缘起论 基本就是没有一个实体法 能够 能够缘另外一个实体法 好 那就是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法句 就是法法不相及 法法不相知 你就是没有一个实体的法 是另外一个实体的法 或者是 有一个实体法 能够去 去圆取 另外一个实体法 他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而已 那 这个就是缘起论的特色 那为事也是 然后这边 昨天有人问到 就是 你在这个原则上 善巧 坚立 就是 一定是一因代元 而显现出 能锁 这样的一个 关系 然后产生这个 认识的一个活动 就是过程 那刹那间 妄心 起思 那这个起 我们可以 从这个种子的状态 变成现行的状态 就有一个 能认识的心 那 那这个时候就会自然有索取的一个影像线 那如果是索取 假设它是一种错误的状态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的妄心就是依他起 那索取就是偏激值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讲 这个能锁 他可以是依他一片迹 或是恶依他 或是恶都是片迹 所以刹那间妄心起 假设我们是从种子生现行 那生起主要是认识的心 然后会有一个所认识的静 那就是一心一静 那这边就是一他起 那这一个呢 就是片迹之 或者是呢 这个妄心起始呢 就是有一个见识跟相识 那这个变成这两个呢 这个所谓索取影像线就是相识 那这一个就 一样也是见识 就是两个都是一他起 这是第二种理解 那第三种理解就是 妄心起始 就产生落入错误的状态 那这种落入状态 一个是能取的心 一个是索取的 紧这能取心索取境 两个都是片迹之 所以这一句话到底怎么理解 其实导师在前面有说 他可以是一一他起 一片迹之 就是一心 一个虚妄分别 一个就是事意显现 就是一心一静 一个一他起 一个片迹之 或者是他两个都是一他起 一个见识 一个相识 或者两个都是片迹之 一个是能取的 执取的心 一个是所执的静 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 这其实都解释的通 都解释的通 总之就是 它会产生能见所见 那这能见所见 就看我们要采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诠释它 如果要从这一种 静态分析 分两个阶段的话 那就是一个就是见识相识 那或是另外一种就是 那只取的心 说取的静 两个都是片迹之 那其实迹刚刚讲的那个见识相识 就是两个都是一他起 那如果要从这一个观醒的角度来说的时候呢 就是能认识的心 虽然错误 但是我们要做就是去观 因为在错误当中要透过如理思维 对于静的这一个错误 先做扭转 就是先观静不可得 那心先让它是有的 那就是一心一静 所以一心一静的这一套呢 按照导师的一个说明 它比较是观醒的一个层次 观醒这样的一个层次 总之缘起论会换现出 能所这样的认识的一个 这个关系 为嗜血 它也是会换现出 能认识跟所认识 这样的一个关系 只是说能认识跟所认识 在为嗜血有几套不同的解释 就是从关于谁是伊他奇 谁是骗奇词 这样的一个关联 那为嗜它就有 至少导师提出的三种 三种不同的解说 那这个若是缘起论 它就不分这一个 因为缘起论就是说 那种缘起幻化出来的 能认识所认识 它比较像是第三种 就是一旦落入认识 就是能之所知 能之所知 但是我们要从这样的状态 去跳脱出来 要去到一切的这一种 能所都是因缘和合 没有实有的能指的心 或是实有的所知的净 那这一个阿涵中观 他大概会这样子来描述 这一对关系 那他会告诉我们 这对关系所显现出来 凡夫的一个经验 就是带着错误的 只为实有的一个状态 就相当于为是 所讲的能取所取 二者都是骗迹之 那我们现在的修行 就是要从骗迹之的一个状态 先透过如理思维 因为没有佛法的教导 我们不晓得 我们现在是错误的 那现在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现在的认识里面有错 那什么是正确呢 就是静 他不识 所认识的对象不识 慢慢去扭转扭转扭转 然后看出他的无实 那我也是说 你就要看出他的 他是事的一个显现 就透过这种三模地影像的 这个批语 对不对 好 当能够确认这个 所认识的这个对象的不实的时候 那就能够去破除能取的心 因为所取的静不可得的时候 能取的心就失去对象 因为不可得了嘛 那能取的心就歇息 这时候这个智慧 无漏会 才会显现 大家讲的都一样 在这一部分就是 要破除对静的 时有的认识之后 只是说怎么去破除 怎么去思维 那中观为师 他各自有一套 中观就是说 因缘和合 为师就是说 为师所现 为师无益 这个师意显现 等等 总之啦 这不同的术语 都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要去破除 对这一种 认识过程当中 认为这个对象 是实有的一个情况 好 那这个我们就从这一边 开始谈起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要进到 我们就是昨天所谈 我们这一个部分 好 就是说 前面讲的这个圣教 就是 十地经 十地经 对不对 善解为心 还有这个解善命经 我说 我说是 所缘 为师所现 所缘 我说一切都是事 然后呢 所缘 是 为师所现 好 那 这边就 举这个 不静观 不静观 如果大家有 有人有修过 会 会知道 不是有些人 就观想念 佛 就是取这个 佛的像 眼睛一闭上 那佛的那一个像 好的那个部分 他会 在心中 映现 映现出来 一开始不清楚 会慢慢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表示心越来越近 所以你看 他是受心影响的 就是心 要 要 要看到这个 他就 显现出 这一个 或者是 你要看 立佛 那你就会 显现出 立佛 你要 远的是 卧佛 或者坐的佛 他就显现 就是这个是 心的一种 一种 影像 心所显现出来的 一个 被认识的 一个对象 所以从这样的一种 不静观的立志 就知道 没有理性的境界 好 那有些人就有些 不同的见解了 那我们来看 这边 我们可能要稍微 留意一下 到底 有人说 是说到哪里 然后论主 是从哪里开始 这有人说 一直到 这边 这边 有人说一直到 这一段 好 有人说呢 定中 见到的 清淤影像 并不是 关心着 心性 所 心事 所现 有人 不认为 是心事 所现 它是什么 怎么回事呢 是 昔日 这个荒郊 野种间 见过清淤 他说这个 清淤 是实体的外景 你见到他 就好像 相机 把它 照下来 那这时候呢 你就有一个 记忆 那这时候 你透过这个 意识 去把 去把 对于这个清淤的 这个像 所造下来的 相片 把它 献起 所以他这个是 过去 镜像的 重现 就是 因为你 见过他 所以你 你 这个 离开之后 你就是把 那时候 看到的 一个影像 显现出来 那他认为 那个镜 还是真实的 他说不能说 是三摩地 中 心事 显现的 影像 他只是 当时看到 那个影像 现在浮现而已 好 那 导的这个 论主 他就回答了 他说 这种说法 不然 他说呢 定 中 这个定 中 所见到的 清淤啊 白骨啊 充满的影像 这边 这边 特别注意 充满 因为你 一个影像 他就是一个影像 你若充满的话 那 他已经跟 实际的一个 情况不一样 所以这个充满 也是一个 关键的 一个 一个 预知 他说这样的一种 清淤啊 白骨 充满的 影像 并非 意识 而 意识 是 追忆过去 所见的 外境 就是 你当时 对外境 的一个 印象 现在 浮现而已 就是那个东西 已到 现在 好 然后 为什么 因为过去 并不成 这样 见过 这样 见过 就是这种 充满 你见到 就是一个 一个尸体而已 但是你现在 不静观 是充满 所有东西 都是 清玉像 或是 白骨 所以你不会 看到一种 会有 玉 产生 玉的 一个 形象 因为 这个 清玉像 都 骗一切 法 所以 不曾 这样 见过 可以 这样 理解 就是 你见到 就是一个 一个 对 一个 尸体而已 但是你 现在 的 这一个 不静观 的清玉像 是 骗一切 法 一切 法 都是 变 这个 样 之前 没有 这样 的 经验 所以 不对 好 再来 何光 丁中 见的 所缘 境界 很明显的 现在 这个 心前 你如果是 过去的基因 应该会 模糊 我现在是 很清楚 你还可以 让他 潤硬 还可以 让他 套在 每一个 众生 的一个 的一个 的 的一个 个体 的一个 形态上 好 是坚固 暗住 跟 异词 是所见的 过去 这个 泻 就是落泻影像 就是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东西 会有一个 记忆影像 现在我们在想 当时的 那个东西 一定都是 模糊的 但是我们 在定中 是可以很清楚 的一个 显现 那如果 是这一种 过去泻灭的影像 应该是 隐悦不明 忽悠忽悠 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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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就很清楚 所以因为 为什么会说 不曾 这样见过 主要就是 充满 可以这样理解了 要不然我们也 不晓得 怎么样来 任充满 就是 不曾这样 见过 见过就是 个体 个体 并没有充满 可以这样来理解 那这样理解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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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合理 很合理 好 所以定中 所见的影像 所以这边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 现在的这个 清郁像是 骗一切法 跟当时所见的 是不同的 第二个 如果是当时的 一个影像 然后现在 一直显现 那应该是 不清楚 但是现在的 清郁像 我可以非常 非常的清楚 detail 那一定是 新的一种 显现的 就是 你 你所说的 的这一个 道理 不符合 修行者 现况的 经验 若是 你的道理是 对那应该 现在的影像 是模糊 互有 互 好 所以 否定了 对方的 这个说法 那就成立了 自身 所以是 定中 影像 是 世所现 这样的理论 好 好 再来 第二个 这边就是 一直 静 并非 现在 远 过去 静 好 这这个 应该是 并非是 现在 远 曲 过去 的 静 好 我们来看 这边 的 的说明 另 在就是 外人 第二个 外人 说 定中 所见的 是 修所成的 限量 好 那 他说 论主说 他不是 一直从前 所见的 外境 成立为师 那这个 他觉得 还可以 说得过 但是呢 这个 人们 由过去 听 文 或 思 为 正法 现在 能 一词 不忘 所以 他就讲 一词 这件事情 意念 所及的 这个 这个 静 就是 对象 应当 是 离 是 别 有 因为 他认为 这是 意念 去 远 过去 静 心不能 圆 自己的 心 所以 他认为 他是 现在的 这意念 一直的 静 他是 去 圆 去 是 过去 曾经 圆过 那一个 静 意念 所及的 这个 静 就是 意念 所 所圆 那个 境界 是 过去 离心 别有 的 一个 静 现在 就是 再去 圆 他 好 那不是 自信 还见 自信 是 现在的 心 去 圆 过去 的 静 去 意识 当时 而 跟 所 圆 的 那个 静 好 那 导致说 这一个 例子 文思 这样的例子 也是 为 式的 好 文思 所成的 恶意 词 是 以 过去 为 所 原 假设 但是 不好意思 他认为 假设是 这样子的话 以过去 为 所缘 也就是 也就是 你刚才所说的 意念 所及的 经济 就是 过去 里是 别有的 一个 所缘 好 但是 韦斯 他认为 只有 现在 过 为 无体 所以 过去 已经 过去了 过去 就不是 现在 不是 现 现有 好 所以 你没办法去 远过去的 那个 性 过去 已经 过去了 好 他现在要进一步 说 现在 心上 现起的 看起来 是 过去的 性 那 这是 视线 过去 其实是 现在 他就 告诉你 你的理论 是不对的 因为 因为他看似 是 是过去 其实是 现在 因为过去 没办法远 你只能 现在 远 现在 这是 韦斯的 一个 主张 跟理论 好 所以呢 现在 心上 现 是 过去的 影像 这不是 心所 现的 所以 我们现在 心 只能 圆 现在的 一个 对象 但是 现在 对象 看起来 像过去的 一个 东西 那 其实 这个就是 心所 现起 让你 以为 是过去 其实 它是 现在 所以 为事理论 得胜 那 这一段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心 只能 圆 现在 的 静 那 现在 的 静呢 却又 看起来 像是 过去的 静 那就 表示 什么 是 心 现起 像 过去 的 一个 样 状 也就是 这 影像 是 心 现起 的 因为 你 圆不到 过去 的 静 那 这个 静 是 怎么 回 是 心 现 奇 的 然后呢 让你看起来像过去这样的一个静而已 所以 它主要理由是说 你现在心 没办法圆到过去 过去已经泄灭了 你只能圆到现在 那这个现在 这影像怎么来 就心所显现的 心所显现 让你 让你觉得它是过去的静而已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 好 再来 由此比量 道理 菩萨 虽 为的 真 这个 这个 真实的 觉知 或是知觉 但于为师的理论 可以从比量 获得正确的 知见 好 那这个是 是关于 就是定中所见的 定中所见你说是原 这个 心以外的一个实体 然后去意识 它说 不对 这个 跟 修行者实际经验是不合的 好 你说这个修所成是限量 是现在 好 那还算可以 但是 这个文师所成 它应该就是原 过去的 过去 当时 的这个 所接触到的 这一个 内容 对象 一个 一个法 听闻到的 这个法 然后现在去圆 那个过去的 那一个法 的一个 的一个 静 的一个对象 我就是说 现在的心 没办法圆 过去的静 过去已经泄灭 没有了 无体 所以没办法圆 但是你现在看到 是什么 现在看到就是 现在心 所变现的一个 的一个 类似当时的过去静 就这样子 就这两个例子 好 再来就是 所以文师所缘 他在这边所说 其实是现在静 但是会感觉是过去静 所以 意识的这个静 其实现在静 并非 现在的心 心事去远 过去的静 在这个标题里 要这样来理解 好 这我们看到 就是24页 这边 就关于这个设法 之一 对不起 好 好 我们直接看 这个 这导师 就解说了 好 种种 诸事的 自信 不出十八戒 这我们讲过了 这十八戒 都是 唯有事 那他的道理 已经如前所说 像梦 等这样的一个批语 已经明白了 显示 好 那有人还有疑惑 他说这十八戒 都是事 这样的一个 十八戒 都是事 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当中 掩示等六诗 是 六诗事 言而彼时而生意 这六诗事 这个六诗呢 六诗的这一个事 他是 掩示的事 就是能够认识的 的一个 一个精神活动 那六诗事的事呢 这个事就是显现的意思 显现 就是事也是 显现出能认识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的一个结果而已 它只是一种显现 显现为能认识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这样的一个显现 是能分别 能分别 可以成为 可以成立为事 就是这些法 都是事 那言等五根呢 就是言而彼舍生 这五根 还有色 这个五根事 这五根事 这边五根的显现 这边五根事 就是五根的显现 还有色等五镜的显现 五镜事 这个事呢 都是显现的意思 这诸事既是 有色法 带着色这种特质的 一种法 怎么说它 我有事呢 啊 都是事呢 它应该是设法 怎么是 都是事的显现呢 论主说 这 由前面的 所引圣教 还有 所辨的笔量道理 就可以知道 你怎么又起疑惑呢 你刚刚已经讲了 你怎么现在又 又起疑惑了 好那 接着 这个是一个 叙说了 那接着 回答的部分 在这一段 这个关于 这个关于色相建筑 的这一个 的情况 好那 这边的回答 主要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你认为 那个色的 那个 特质 它其实不是真的 这样 不是真的 这样 因为你认为的这个设法的 这个 特性 其实 错误的 你不能用错误的东西来 来跟我讲 我 说我的这个正确的道理 是错的 因为你拿了一个错误 要说 你的跟我不一样 然后你的才对 那论主说 你要拿来跟我做 比较的 有这一种 矛盾的情况 是你错 不是我错 你拿了 那个 那个 那个道理 本身就是错误 为什么可以拿来 质疑 我所说的道理 论主 待会儿的回答 主要是这样 好 那 这个 第一节课时间 也差不多了 我们先 在这边 休息 后面的部分 我们下一节课 再继续 下个休息